大家好,我是罪影,今天接着我们的圈晃铃尔风云在一起27版的实况 对了你说这场比赛来追镇天成和愤怒 双方的玩法依然是三稳随机 来一场抢三的巅峰之战 好,开场镇天成选出板次梁对抗对面的雅典娜 一波砍刀手开BC周 雅典娜试出用波冲出,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现在又中了一发砍刀手 跳也不是,站也不是,就在这时 雅典娜用一个中拳莫奖再次散现,到背后 这个散现也被对手猜到了 好,后面雅典娜还有什么骚操作吗 这几波进攻都发过去了 感觉下面该战天成表演了 战天成稳住,雅典娜来一发空投 闪现一下,哎,闪现一下快速后撤 这一下,对,变换了一下打法呀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战天成你还是没有上当 现在一发砍刀手,直接拿下对手啊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愤怒的比利 比利利利用他的棍子来打击对手 三节棍 好,cd轮下来之后,反身位 反尽量还会用一招天地保护权进行逆袭吗 哎呀,好像逆袭不了了 一波转棍子,揭臂杀,结束 现在下一局 下一局看镇天成的琢磨出手 好,琢磨也是颜色特别黑 啊,这个配色也是没谁了 压到角落,被摸奖 好的,追一逼追一逼之后没有连中 但是,比利利也没有接上招 反而中了一发龙虎乱舞 好吧 龙虎乱舞之后再来把轰凯 抓 抓完之后,琢磨继续现场冲刺 轰凯,对手还是闪了出去 看比利利后面还有什么招式吗 琢磨,轰凯,距离太远,隐藏大招 对手肯定不会中的,这样切 但是比利利好像已经稳不住了 只要被气势压下去 那你出什么招都是没有什么用的 第四局看愤怒的旋风腿来了 接下翻 旋风腿三段伤害八起脚 取消再接三段伤害连续的取消 接循环接PC 哦,看来战天成这局应该是没有了 哎呀,空中弹大招呢 失误了 哎,还故意伸了一脚啊 好吧 但是这一发半月斩 战天成实在是防不住了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 看镇天成的李草 这次的哪首角色 奥德斯三点 BC 这个BC强开以后 对手也强开BC了 现在 金简翻的 哦,金简翻的优势立马变得没有了 对 草体已经来了一个能力闪人直接闪过 双BC开过去 一个Z一个Z 其实该上天跟大蛇蹄 这个身为接不了双火 但没关系 战天成又抓到一个机会 一个Z一个Z一个Z结束 好的 现在来看下一局了 现在战天成 拿下了一分啊 最后这个李草还是比较暴力的 下一局看愤怒 他谁提出来谁 这一局有七甲蛇 罗伯特 还有塞斯 这一场战天成 有雅典娜 和安吉尔 这两个角色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咱们来看雅典娜作为首发 对抗愤怒的赛斯 一波BC出发波 中间再来个波 好 大招 有点急了 这雅典娜 对 愤怒肯定是要确认一套的 一波大招直接踢当 感觉是非常疼啊 再low一拳 后面战天成起神 之后雅典娜直接冲出 好 闪现 呃 太近了 这个 也并不能给对手造成威胁 再来一个闪现 其实这个闪现太明显啊 啊 你看 这就中愤怒的隐藏大招了 这一招让对手方向剑反了 试图起身头 但是好像也被猜到 继续看下一局了 愤怒知道他要起身要头 对 做出一个拆头动作 先来看战天成的安吉尔 唯一一个把内裤外穿的角色啊 哎 小跳尼香 这是要当超人的节奏吗 下盘攻击被逃一圈 对手还闪生 安吉尔尼香也没有稳住 哦 一波BC开出 下盘攻击一下 好闪现 好后面再来一个 哇 哎 好机会 这个赛斯机会来了 BC开 隐藏大招 又让对手方向 他错乱 这下战天成还行吗 在方向反的情况下 他终于然使出了个打招 但是仍然没有什么用 对 这个大招是配合对手攻击 要对手 用 用招式打上去才能中招啊 接着看战天成的克拉克 啊 一波强压 啊 这一下他没有机会了 克拉克也可以连续的循环 在这个版本里面 一波突压 直接撂倒 我们接着看下一场 好的 下一场看愤怒的罗伯特 罗伯特这个角色也是非常之帅啊 突然 诶 诶 中央摸一张还是被突压 下方攻击 没有连住 后面罗伯特继续突压进攻 下方攻击还是没有接住 诶 一脚BC开上去偷下凡 这样连是连不住的 但是可以磨掉对手一点的血 就在罗伯特正在 在暴走的时候 克拉克突然反出了一手BC 只要被战天抓住 一套带走 毫无疑问 他这个循环连招玩得太熟练啊 现在杀到愤怒 最后一个七甲蛇 一不小心要被反三了 七甲蛇究竟能不能入 七甲蛇一波托马斯逃下盘 但是仍然逃不过这波BC的追击啊 这是BC循环 开BC 最后跟上一发 大招结束 又一把突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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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愤怒来说意外来的太突然了 一不小心被反了 好的 现在战天城又拿下了一分啊 2比0领先了 他已经 好的 那看 是3比0直接带走愤怒呢 还是2比1 愤怒追回一分呢 咱们看一看啊 这一场战天城的阵容仍然很强大 有八神呢 八神对抗愤怒的K49看怎么样 K49稳住 穿刺 八神葵花开 一个BC 再开一波 又是一波BC开了 K49好像找不到任何切入点 但是他的机会还没有来 机会来了一周缘分就到了 现在开BC开无手 这一发开过剧战争的残浪 如果再被开上一发 那这一局宣告结束 能不能开得起来 空中一次 被反提 下方攻击被BC 好机会重手套 后手偏了一个闪身 发生这一局不在状态呀 对这个状态不行啊 先看下一场 还是被K49给磨死了 下一场呢 正天城的特瑞 稍微压上一手 一向被抓 好 闪身一下 特瑞开一波BC 但是还是被刺 刺到以后 哎呀 被一脚踢倒了 中段伤害中招了 现在无攻手开上去了 就这么6呀 这一下杀到战天城第三个人了 这一次不会又是反三吧 感觉战天城这两局都比较喜欢反三呢 现在来看他最后一个安迪 好不要紧 这个安迪他没有绿 应该没有那么强 K49直接压了回来 安迪试图反身为逃 哎 展影拳 展影拳通破弹 K49到这又开了一发BC 开无攻守 这一招实在是太疼了 只要连到的人 好像这一局要穿三了 一个轻攻击 对 就这样 穿三 拿下了战天城 现在比分 2比1 咱们看下一场 这一场战天城怎么选人啊 选出谁 这局又有板气凉 好的 愤怒也有板气凉 可以的 咱们看这一场 谁才是 王者呢 还是3比1拿下 还是2比2拉平 我们不得而知 好 一个BC 哎 酷拉的BC也来了 BC就胜中取消 接转腿 接超杀带入 兵一兵 给他来冰爽一下 哎 这个 江泰公钓鱼啊 这一招 砍到手之后 压 BC 哎 空中大招 不料中了天地帮好拳 那这一下 愤怒没有了 一波BC开过去 直接带走愤怒 咱们来的下一局 下一局 看愤怒他的 第二个人了 微卜姐姐 好的 跳飞逆向 对手还是躲过 咱们看微卜 勾腿开BC 到了 一波超杀带上去 漂亮 一波超杀直接撂倒 继续的看下一场的 一波操作直接KO了 下一场 看镇天成的温尼莎 哎 一个闪神 跳成逆向 被掏一下 反身位 逆向 开始被闪 勾拳之后 看微卜怎么打 哎 一不小心又被连了 现在问题下开启到BC操作 我记不记不记 最后跟大招 可以将愤怒带走 应该问题不大 好中间 能量槽没有了之后 然后哎呀 刚好能量槽没有了 然后 对手开了一发隐藏 像近身打击 但是微卜已经不行了 对手最后那个隐藏也是 实属无奈啊 现在看下一场 下一场愤怒的板气梁来了 这已经是在最后一个人了 不好打呀 对砍刀手 压一手一手 好 起身轮 逆向压 一波中断 也没有打中 板气梁一波BC开过去 砍刀 哎 下盘三点 接飞翔角 好 有板气梁感觉还是非常稳 但是问题杀这个无限连 还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被连到 那也是相当危险 哦 能不能连到 哎呀 一波反弹 血量不多 然后再摆拳勾拳 接隐藏 板气梁瞬间残了 看来板气梁这局性命休矣啊 还真巧合 就差那么一点没打死 而且还被板气梁给翻盘了 你看 你说这气不气啊 这是看下一局 第五局镇天使的猎娜 好 练的下方攻击 板气梁是几个转身 就直接想开隐藏大招应该是好 BC开了 天地棒棒前 怼 漂亮 这局 然后再来个天地棒棒前 怼 怼 怼 哎呀 跟了个生龙串招了 可惜了 其实这局是可以翻的 这一个失误导致没有翻了 现在都剩一点血 给大家知道紧张的气氛吗 只要 我还是被练那给收掉了 大家来不关注每天更新鸡在这段视频